让我们踏上旅程吧 旅程会有曲折 我们也可能会多次走错路 感到疲惫 但只要我们全身心投入 我们会发现自己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发现最真实的自我 并在这一路上发生转变 你预备好了吗 我们来谈谈成圣的恩典 如果恩典是神对我们完美之爱的礼物 那么成圣的恩典 就是当我们在旅程当中 准备好向神完全降服时 神的完美之爱与我们相遇 我们只要看一下历史就会知道 成为跟随主的基督徒 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再面临 艰难的时刻 困难的环境 甚至没有试探 我们内心很快就会感受到那种 过去老我 和我们想成为的新人之间的挣扎 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将一切降服于神 虽然我们很高兴 能在更好的道路上 跟随主耶稣 但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还是想控制 我们仍然坚持 以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计划 偏见和能力 来面对这个旅程 但当我们准备好 无论如何都要跟随神 准备好以神的方式和能力 来走这段旅程的时候 我们就是允许圣灵大能地 给我们加添力量 并在我们的心中开始拿更加深刻 和改变更大的工作 成圣的恩典 是神在我们降服的那一刻 与我们相遇 此刻 我们会认识到自己的有限 并让圣灵告诉我们 如何行在神的方式中 这就像我们曾一直认为自己 可以赤脚行路 而神却给我们穿上了便利的登山鞋 成圣的恩典提醒我们 神并不想让我们 在这个旅程中独自挣扎 他渴望我们经历到 与他与他人的那种完全的团契 只要我们能够行在神的道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